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暗龍紀元一端審判 上一集我們好不容易抵達了潛營 然後 我決定要 安全一點的路跟士兵一起突擊 我説我們負責 我希望士兵可能會死掉 我們要很久 我來的 我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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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 你找不到 我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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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雷鑽 別慣了,有另一個滅滑 噢,這隻什麼? 我被減速了 好慢 噢 噢,這隻好討厭喔 我趕快送你一口趁他們被注意被隊友吸走的時候 嗯... 我只能做我能做得到的事了 我沒有辦法那麼囂張地說我是唯一的希望 他整個被燒焦了耶 還不止一個耶 這也太慘了吧 在繼續前進之前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剛剛遇到的人物和聖輝神典 羅特利科大法官 在教會有除了學術研究的最低階修道士 和加入聖輝騎士團執行任務外 沒有男人們歸屬的說法 那是不正確的 這個組織從最小的村莊教會 到凡爾羅伊歐斯的大教堂 涵蓋了七個國家 要維持這個組織需要除了說教以外的東西 搬運食物 修理東西 聽信眾說話 為了確保 為了確保這些事的進行 有一群看不見的軍團在努力 大部分是修道士 大法官的地位 一個在聖下旁邊的男人 我決定他可以接受誰的拜見 處理他的信件 將他所說的話傳遍薩達斯 擔任他一些小但不能輕視的問題的顧問 就算我有影響力 我必須說我幾乎不使用 我必須很嚴肅的專心在我的角色上 因為有我和修道士們 背負著重任 其他人才能不受干擾 自由的引導薩達斯的靈魂 龍的時代 9-38年 結入自羅特利克阿西格隆 大法官寫的信 再次被發現的聖輝神殿 根據傳說 安卓斯特的聖輝 被弟子哈佛從大帝國帶走了 哈佛在阻止泰文特的士兵捕捉 安卓斯特時受傷 為了阻止楚行前往米拉陶斯 抵達時卻已經太晚了 留下來的只有他的灰燼 當哈佛觸碰那些灰 安卓斯特的幻象出現了 請站起來 信仰的盾牌 只要我還記得 造物主就不會忘記你 他這麼說 我們從預言者那裡得到 信仰的盾牌的名字的哈佛 聽到這句話便站了起來 傷口癒合了 也找回了自己的心 他將安卓斯特的灰收集起來 帶回阿拉瑪麗的部落住的地方 也就是現在的費諾登 安卓斯特的歌聲將哈佛引領之聖地 他和他的追隨者在當地建造了寺院 並祭祀他留下來的灰 傳說就到這裡 在那之後的幾個世紀 陸陸續續有很多人嘗試著尋找聖灰神殿 但找到的傳言都是隨便說說的 因此教會學者下了神殿命目存在 也不曾有過聖灰的結論 那只是為了喚起對信仰的熱情 單純的預言故事而已 此時費諾登的救世主出現了 為了拯救冰死的伯爵 尋找有奇蹟之力的聖灰 在著名的學者修道士費迪南德 珍妮特菲的幫助下 救世主循著古代的線索 抵達了雙背山脈的高山上 人機喊之的遺跡 在那裡找到傳說中的聖灰古壺 第五次瘟疫正義取得勝利後 已經發現神殿的消息傳遍了世界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我們的士兵抵達神殿時 古壺已經不見了 不知道是誰又是什麼目的 帶走古壺 只知道造物主的意思 菲若登的救世主並沒有遭告世界發現神殿 因為研究使神殿被發現的修道士 珍妮特菲也失蹤了 但是真相有時就是會被公開的 英蒙格林伯爵奇蹟的成功康復的傳言 傳開 教會的密探調查跟聖灰的古壺有關的陳述 跟救世主一樣抵達了神殿 但是我軍的士兵前往查看時 找遍了也沒有看到古壺 可是 失去聖灰的神殿還保留在那 從此以後成為信仰虔誠的人們的希望源頭 如果說大聖堂是我們教會的心臟的話 聖灰神殿就是它的靈魂 我們在這裡稱宋教會的過去建築未來 隆德時代久職38年 結入自歐拉斯大學的教會學者 教姆克羅蒂爾德的講義 剛剛那個文章裡面所說的 費洛登的救世主 他是一代的主角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去幫伯爵找聖灰 看起來這邊是沒有路的 看起來這邊是沒有路的 那就繼續前進吧 這個好可怕喔 這兒是有路程 有路程也有路程 這兒是有路程 舊的輪程 有路程也有路程 有路程 都有路程 有路程 在一起 Leliana, have your men take our positions around the temple This is your chance to end this Are you ready? I'm going to try it I'm going to try it and be careful 這什麼聲音? 但是它在做什麼? 魔法可以把Lyrian在寶寶中拆掉了 它是邪魔的 你做什麼都不要碰它 那一片的威力就足以使街道几乎被破壞 就我们现在的判断 那是被温宜污染的普通莉莉姆 跟在爱意体内发现的一模一样 碰到甚至只是接近红色莉莉姆的人回报说 她在唱歌 好像直接在脑中窃窃私语 一点一点使她们疯狂 对我们来说 什么不清楚的是长期接触红色莉莉姆会发生什么事 当然会对精神有影响 也会污染身体吧 魔法师和圣殿骑士如果 像使用一般的莉莉姆一样 使用红色莉莉姆会发生什么事呢? 更令人不安的是 莉莉姆可能会遭到污染这件事 遇到红色莉莉姆 情罚当作有毒避开 不可以靠近 也不可以想要破坏她 更重要的是 别想试着使用她 简入字 印有灰袍守护者一张 一部分被烧焦 作者不明的信 我整个不停 我最后偏要接近 我最偏要碰碰看 我只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啊 骗我 好啦我要下去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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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這也太大吃了吧 不! 現在! 你必須把他們的防守! 穿著它! 我想只要他被其他人脫出的情況下 我應該都不會有事啦 看一下他的屬性 他不怕冰 不怕物理 不怕睡覺 黑冷卻 還是已經被冷卻了 雷奈醒 所以 用雷降魔法防禦的招式是不太行得通的 至少火傷 誒 竟然是這個 至少火傷 對他還有效 他過來了 我覺得我可能要調升一下海山德拉喝水的時機 食差好像太少了 二ına 一場 drie 二 二 二 喔 又來了 用孔去讓他不要靠近我 這一隻怎麼沒有被人家脫走 可惡 噢! 卡山德拉你怎麼死掉了 夜空應該再封一去就好 去找別人啊 好痛 索拉斯你為什麼沒有喝水 阿最好我射到他保留兩瓶水 完了完了只剩下我了 不知道能不能靠其他NPC拖一下 不然能靠近我 好可惡 不然我沒有時間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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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留下 好可惡 好可惡 我們要拿來折子 我們要拿去折子 好軟 穩下 他也不會被恐懼 喔 好痛喔 不行 這樣會在他的攻擊範圍內 我先叫其他兩個薄皮的走遠一點 他太靠近了 這次我不要去攻擊他們 避免他們追著我不放 我原本以為用恐懼會讓他們離開 不行 他們一直追 大家快打 那我才能封裂口 太好了 可真得拉下死的防禦狀態 有那個盾 一下盾就快沒了 一擊耶 這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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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現在的 anda 後面都要有動 走遠一點 卡山得拉先把水關下去 算了 應該不用 還好我繞過來了 成功了 他應該沒有在動了吧 原來剛剛那次就是傲慢的惡魔 等一下再來看看他的介紹 這要算天的裂口被堵起來了嗎 那我接下來還要幹嘛 為什麼你睡個覺手要舉起來 雖然我有很多疑問想問這裡是哪裡 但是還是先安撫一下你好了 所以大家開心嗎 我覺得 我應該比較想知道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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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確定女士喀紗爺想知道你醒了 她說 在一旦 她在哪裡 她說她的經理好緊張喔 那就來看一下海文和剛剛那個傲慢的惡魔 到目前為止還沒遭遇過的強大惡魔是傲慢的惡魔 他們的威脅來自於可能是惡魔中最接近人類的 不輸給可望的惡魔的聰明會說話 那殘酷的外表和好強的性格 根本就像是人類 不像欲望的惡魔主要對人類進行賄賂 傲慢惡魔喜歡使用犧牲者最優秀的性質來攻擊 遇到聰明的人就騙她 遇到強者就打倒她 遇到謙虛的人就讓她忘記自我 遇到善嫉妒的人就讓她害怕自己 他們將墮落和荒廢變成藝術 結入自魔法師莫德拉莫的著作 超越帷幕精靈與惡魔 海文 我想跟你們說說海文 那個在雙背山離社會神殿很近的村莊 我們了解村莊的過去 這裡曾經是自稱安卓斯特的弟子們的集團據點 他們作為建造神殿的人的後裔 卻捨棄那高貴的器子 經過長時間的徬徨後成為龍的崇拜者 當弟子們用心守護的神殿被 費洛登的救世主發現後 剩下的信徒就離開了那個地方 在冰和雪中留下的就是海文 曾經有為了看聖位神殿 在巡禮途中停留在海文的人 因為風暴在海文的教會大廳避難 雖然被廢棄的大廳被蒙上一層灰 但是那個地方的牆壁很堅固 可以從像刺在身上的強風中保護人們 風暴停了之後 大家都因為海文的美景睜大了眼睛 過去的痛苦和恐懼也被他的美麗給打消了 我大概無法忘記 就算這麼長的時間沒有使用 也沒有腐朽衰弱的那個景象吧 因為歷史上宗教上的重要性海文 對於歐拉斯教會 虛擬的預作重要的場所 希望能夠重建海文 再一次將他作為安卓斯特祈禱的地方 為了未來保護他 讓這個地方成為為了去聖位神殿 旋律的人們的聖域吧 希望在寒冷閃耀的天空下 他們能夠在這片土地上得到瓶頸 希望在造物主創造的灰色山頂 眺望的旋律者的你們 能夠發現主的榮光 現在和之後的永遠 讓這個地方作為虔誠信仰者的安息之地吧 結入至龍的時代九之三十五年 教皇尤斯蒂尼亞武士的演說 聽了這個演說我都想實際去看看了 我們這集EPSO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一集EPSO再見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